警察局桌上整盒月餅爬滿螞蟻 密密麻麻看得頭皮發麻 螞蟻來襲月餅變碎屑 拿起來看內餡外露超噁心 這太扯了 這樣還撿到派出所來丟 民眾撿到月餅送到派出所 打開看長滿螞蟻 就連遠景都說太扯 中秋節後台南警察1年2天 收到民眾食貨月餅案件 但怎麼處理食品 讓遠景頭超大苦笑超應景 食貨食得物的話 我們會把它放進我們的櫃子 做一個保管 撿到遺失物5百元以上 公告半年沒人領就會送給食德人 五百元以下公告15天 食物都放到爛掉 撿到容易壞掉的食物 要是沒有超過保存期限 只能拍賣或變賣 遠景看到長螞蟻 甚至過期都不敢丟 我們會告知食德人 如果沒有人來認領的話 由我們機關這邊直接禁於銷毀 撿到月餅不送警局怕被施主告 但放到長螞蟻也不是辦法 食物處理規定超奇趴 不能丟也不能吃超浪費 礙於法規不敢動 警察也煩惱 記者賴慣張紅婦人郭怡貞 台南報導